假设你没有这种缘起政见 那其实你跟佛法的关系是不大的 就是说漂流于佛法的文化 你连入门都没有 理学大师都不能赞同佛法 所以他叫弃佛养母 发扬儒家的精神 然后抛弃佛教的思想 就是弃佛养母 那么不能赞同佛法 那么这种观念 其实到了后来 奴家的这一些人 对佛教都带有偏见 我们只要讲佛教的大师里面两个 一个是偶艺大师 一个是应光大师 偶艺大师跟应光大师 都是净土宗的主持 但是他们早期 中国人早期基本上都是学弥家 从四十五星开始 他们对佛教带有偏见 所以像偶艺大师 学习弥家之后 用了写了很多本书来批判佛教 所以他一直以为他因为这样 他身体也不好 他一直以为他越擅重 然后一起唱舞 一生都在屁股当中 然后他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他早期批判佛教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弥家到了明朝大概 因为偶艺大师是明朝的 应光大师是清朝的 那明清基本上弥家 基本上有一些就是对佛教带有偏见 那应光大师早期也是批判佛教的 后来因为批判佛教眼睛瞎子吓掉 他认为是跟这个有关系 后来又重新去看佛教 像偶艺大师也是这样 才发现佛教不是原来明教说的那个样子 那你就发现到说 其实在明清之后 那理学是宋朝之后的 那么从宋朝之后宋远明清 远朝是老妈叫的 这宋明清这几代基本上弥家 对佛教的观感都不好 而且有一点点误解佛教 所以他都不能赞同佛法 不能赞同还算了 你不赞同就算了 你还要什么 排斥 所以要以俊阳末的态度 来排斥佛老 佛老就是佛教跟道教 道教有时候就用老子 那以前叫黄老 黄老是黄帝跟老子 就是佛教刚传进来的时候 多数的人信的是黄老之学 黄帝跟老子 拜的是黄帝跟老子 那这里老师用佛老 佛教跟老子 那俊阳末 俊阳末 赤俊阳末 一般来讲 就是这个是俊赤 拒绝排斥 阳末 阳子跟末子 阳子是指阳朱 末子是指末底 就是阳末 阳子跟末子 为什么呢 末子 主要是末子 末子很强烈的反对这个阳朱 他说这个天 今天下 现在这个世界 不知阳折之末 今天下不知阳折之末 现在 这个是末子那个时代 那你要知道 春秋战果 都是朱子百家 然后 一直要到汉朝 汉武帝之后 才罢出百家 独尊无数 所以孔子在那个时候 并不介绍 并不是显学 那么 大概如果叫孟子这种说法 今天下 不知阳折之末 不是 就是 说法里面 不是阳朱这一派的 就是末子 末底这一派的 不知阳的 就是不属于阳的 就是属于末的 那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 奴家从 论子之后 强调的是忍义之选 那 阳朱 跟末底 末底讲阳 这个叫做阳子 讲什么 他讲 把一毛以立天下不委员 把一毛以立天下不委员 他讲的是自立的 他讲的也不是说他很自私自立 损一毛以立己他也不委员 就是把别人一根毛能够对我很大利益他也不错 就是他的道理是每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这个天下就太平了 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自得其立就天下都得利 你不要想去照顾别人 结果自己照顾不好 神有别人的负贪 为了要照顾好自己的人 结果就损害别人的人 他讲的是这个道理 但是他就是讲拔一毛以立天下 这个是很有名的 以立天下不委员 另外一句是损一毛就损别人 损人一毛以自立也不委员 其实他也不是自私人 那拔一毛以立天下不委员 那莫子 莫子 莫子讲的不一样 莫子是奸爱 那这个是为我 人人就是自己为自己好 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为我 他讲的是为我 那奸爱讲的是什么 奸就是平等的 平等的爱你一个人 那讲起来好像是好的 可是奴家讲的不是的 奴家讲的是有诚事文理的 你要先爱你的家人 然后再去爱其他的人 你要先照顾你的家人 再照顾其他的人 所以孟子就批评 他是讲摩顶放肿以立天下 要尽自己的性命 尽自己的生命 即使把身体都磨破皮 假如走到总体来要立天下 他也鼓励去做 摩顶放肿以立天下 就是为了要立一天下 那这两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这两种学中在当时 是很流行的 所以论主才会讲 金天下 不只养则金墨 不是 不是讲这个就是讲那个 他认为这个是两个极端 那他认为奴家是走忠告 就是孟子这么说 那他说这个杨子 杨子这样的说法是无君 墨子这样的说法是无父 无君无父 勤受也 你不认同就好了 你骂你做什么 那问子有一句名言 就是他的学生公督子 公督子问他 人家都说你好边 老师你是这样的人吗 他的学生都会公督子 他问他 就是外面的人都说 老师非常喜欢好边 孟子说 与其好边在 与不得已 他讲这句话就是针对他 常常跟杨子跟墨子的学生 或是这些人辩论 所以他就被人好边的这种名声 这个也是论子的名言 与其好边在 与不得已 我们都不得已的 没办法 如果这种邪说 因为他人来讲是邪说 如果你不纠正 会毁坏仁义之说 坏仁坏义 无君无妇 孔子的这种正派的学生会不见 所以奴家从孟子之后非常的排斥 羊猪 巨羊 所以他就说 这个是孟子之后都是这样的 一直到可能是到一直到 奴家之后都是有这个传统 那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提伯达多的弟子 一直到法显 法显已经是谈朝五百多年了 提伯达多是西元前五百多年前的人 过了一千年了 提伯达多的弟子 但是他们拜过去佛 就是没有拜释迦佛 所以释迦佛还非常的 因为他就认为 还有这个传统 真奇怪 他都是佛 他怎么会觉得释迦佛不可以拜 他拜过去佛 加瑟佛 他就是不拜释迦佛 那这个奴家从孟子之后 对于这个阳珠 末子的这个态度 那么基本上都是排斥的 那么导师这里说 你把排斥 他最排斥的就是阳珠的末子 你把排斥阳珠跟末子的这种态度 那么排斥佛教 好像佛教跟你有仇文一样 好像佛教会毁坏你的学说 证说一样 所以说要你不能赞同佛法也就算了 你还要用排斥末子跟阳珠 末底跟阳珠的这个态度 来排斥佛教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什么 没有证件 没有什么证件 因为没有缘起的证件 那为什么会没有缘起的证件呢 这个说来有话长 佛法从传到中国以来 那么基本上 缘起的学说便没有被发扬 便没有特别被发扬 因为佛法从传到中国以来 那么一开始还是各种各种部派都有 各个部派都有 到了南北朝之后 那么渐渐 那个是学派 种种的学派 据舍论 诚实论 修这个阿比坛的 那么种种的这种经典六人研究 还没有决定是什么 那东晋的时候是以波勒金为主 那么到了唐朝开始有所谓中派思想 就是南北朝之后开始 所谓以大圣为主 就定于大圣 以大圣为主 那么开始有所谓以华颜经 法华经 然后这一些 然后甚至是所谓的为世 那净土 禅宗 这些 那你会发现到这些里面 禅宗里面有特别叫什么缘起 没有 还是以大圣经 禅宗最初是以仁邪经 所以后来有部分是以波勒经 甚至说金刚经 六祖谈经 那么这一些 我们会发现到大圣里面 特别强调缘起无我的也没有很多 就是不以缘起无我的核心 那波勒经还有一些相对 但波勒经也不是中国佛教的主流 也不是 那所以 中国佛教基本上 都是以所谓的珍藏为心 讲从南北朝之后流行的就是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那这个佛性说来话啥 这里还有所谓要讲到谭心说性 佛性 法性 智性 神性 这些他有些是融合在一起 那 他说 为什么要用去养末 养子跟末子 这个是当时奴家特别排斥的 特别讨厌的 那么的态度来排斥佛教跟道教 那因为新奴家之后就是奴士道 就是奴士道 奴家 佛教跟道教 那奴家排斥佛教 你排斥道教还一样 所以他把佛教当成是像杨朱末子这样的 会损害儒家的正义的 不知道佛法的涅槃制 还是要依元旗因果的法助治而继修的 所以这里是在讲不依法助治 不等涅槃制 再讲元旗的重要点 你佛法一定要先理解元旗 元旗是佛法的核心 所以建元旗于建法 建法即建法 佛法 法是三宝的核心 法是三宝的核心 佛法是三宝的核心 佛是建正法而成佛的 生是因法而修行 也成佛的 而正觉的 所以佛地址是归因三宝的 三宝的核心是法 佛虽然是根源 但核心是法 正在我们讲 佛如果没有觉悟到元旗 觉悟到正法 他也不能叫做佛 佛地址之所谓成为圣者 像佛那样的圣者 还是要依法 有些佛地址根本就没有 有些佛地址成为圣者 根本就没见过佛 不是每个佛地址都见过佛 没有 很多佛地址没见过佛 甚至佛庙还有佛地址成为圣者 他也没见过佛 他没见过佛 他只听到佛法而已 如果没见过佛 没有佛 我们就不能成为圣者 那圣者只有在佛时代容易 但不是 佛庙依然有圣者 甚至佛在的时代 佛地址也不是每个人都见过佛的 有的是跟舍利佛出家 有的是跟妇罗那出家 有的是跟大家瑟出家 他也可能没见过佛 他也不是都见过佛的 但是依佛所传授给他师父的法 他依然得见过 所以商保的核心是法 法那么多 法的核心 能不能解脱 法的核心是圆起 商保的核心是法 法的核心有总统的法 但法的核心就是圆起 以圆起为核心 那圆起在讲什么 圆起在讲生死流转跟灭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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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从生死到灭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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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蚝� 但是要先明白生死流轉的 一般緣起重點在講生死流轉 有陰有緣是緣起 你把這個弄懂了 那麼你就能夠知道五運無我 無常無我 緣起的關身心的緣起 五運它是緣起合合的 那麼你從這裡去知道無常無我 你就成為聖者 你就絕對能夠出生死 所以緣起是佛法的核心 所以才會講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佛 你看 所以三寶的核心是法 法的核心是緣起 所以重點在見緣起 見緣起 你只要見了緣起 你只要見了緣起 你就見法 見法即見法 那佛地址 佛地址 深入是佛地址 合合的佛地址 基本上主要就是能夠重返陸聖 那麼多文文的也就是緣起 要知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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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法據簽裡面 才會有這樣一個記 若人受百歲 不見緣起法 不如生一日 而能而見之 假設你活了一百歲 你都不知道緣起法 你都不知不見緣起法 不如你活一天 但是你那一天 你知道緣起 舍利佛不見年 修行了那麼多年 他可能比佛還早出家 他跟山若嶺住家 修行得很好 可能也有神風 不知道緣起 一直到遇見誰 舍利佛不見年 本來是凡夫 已經出家了 本來是凡夫 他還沒遇見佛 舍利佛還沒遇見佛 舍利佛不見年 從返入聖 還沒見過佛 他是 他是在 可能叫王舍城 遇見這個 這個馬聖比丘 馬聖比丘 我以很好 我以第一 他被這個我以射受 這個人 我以這麼好 這麼安詳 祥文 他肯定有東西 就去問他 因為印度人都是這樣的 他重傳承 所以他會先問 你師父是誰 他教你什麼 你才能夠變這樣子 你老婆老婆是什麼人 帶到這裡好 一定是像這樣 你師父是誰 他教了你什麼 我師父 這個世家 世家祖的 這個 他叫 他叫這個 世家母禮 他 教我的東西 非常的多 因為那時候 馬聖比丘已經正好 馬聖比丘是無比丘之一 那佛陀 度了無比丘之後 告訴他們 你們一個人走一條路去度眾生 所以他們都是一個人 那告訴他 你們第一個人走一條路去度眾生 那六十幾個阿羅漢 包括耶穌 還有他的親友 總共五十五個 然後還有這個 另外有一個三個 富羅那 然後總共六十幾個比丘 一個人走一條路去度眾生 那馬聖比丘 就遇見捨立佛 應該是捨立佛遇見 捨立佛遇見馬聖比丘 他看到馬聖比丘 歸你很好 他先問他你師父是什麼 他告訴你什麼 我師父 釋迦摩你 他告訴我的東西 很深奧 我沒有辦法完全說完 但是我告訴你一個重點 他只講什麼 講明啟而已 諸法應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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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講這樣 我佛大沙門 常坐如是誰 這個觀念從來沒有人說過 要不是講 要不是講 犯天天神決定的 就是世間的一切 上天決定的 上帝決定的 要不是就是無陰無緣的 因為不然就是自然形成的 那麼 這種緣起的概念 諸法應援聲 諸法應援聲 這種概念之前沒有 那可能還詳細問 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一般來著 舍利佛聽到這個緣起 緣起 就見緣起 他就見緣起 如果舍利佛那一次 沒有意見 馬聖比秀 那麼他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 雖然他很用功 他很用功 但是他可能一輩子不知道 他還能見佛 但是他已經超法 已經正出國 這個時候已經見緣起 他已經正出國 那麼所有的法 回歸到這個身心 是緣起的 那個時候就是有我論 和無我論 常見跟斷見 或放我論 基本上就這樣 那麼有因有緣 這個是緣起論 緣起無自信論 緣起無我論 那舍利佛見到這個 就重返入聖 一天就重返入聖 不如生於人 就所有後來講這個 不如生於人 得得見文之 得得見文之 得人得見之 應該是 得見文之 一樣 你服了一百歲 用功了一百年 你都不知道 再講一個 這個 這個 佛陀的最後一個例子 虛拔多隆 老外道 聽說一百二十歲了 修行了 我看不少 如果二十歲出家 一百二十歲 已經修行一百年 也沒有 也是彷復 也沒有解脫 後來佛入獵牌 他也是跟他講 也不過就是 當他正末 也是見民起 他就正阿羅漢 那舍利佛 沒有見過佛 他就正國了 他去跟穆建年講 穆建年也正國 也還沒見過佛 兩個人因為正國 很高興 去跟馬聖彼 就說 你帶我去見佛 這樣才去見佛的 見佛之後 佛再跟他講 他們才正阿羅漢 穆建年比較快 穆建年聽了之後 去樹下禪修 七天就正阿羅漢 舍利佛比較慢 舍利佛要當佛的使者 大概十五天正阿羅漢 因為他當佛的使者 他比較不能專注 但是他也正阿羅漢 那麼最初成為聖者 都不是見佛的 都是見法 都是見法 所以元起是佛的 法的會心 那麼知元起因果的 就叫做法柱子 那麼你得法柱子 決定會得利盤治 你不得法治就決定不得利盤治 是講這個道理 那我們現在的佛法 不太去分析這個元起 那麼如果有 因為我們說過 元起後來變得複雜 阿拉也元起 如來藏元起 也是元起 那所以 但是大部分的人也不放在元起 禪宗就放在開禮 也沒有去了解什麼是元起 就放在 那參化頭就要開禮 那進途中 再更不用講了 沒有在講元起 只講專心念阿彌陀佛 然後可以往生到阿彌陀佛 他也不講元起 那其他的宗派講的不多 天台宗也不特別講到元起 那雖然有元起 但不特別專注在元起這邊講 華盈中也沒有特別 華盈中講法界元起 那這個跟生死流轉 三思英國的元起 還是有一些些不同 那這一部分 從中國佛教來說 大部分 這個 生死流轉的這個元起 就是基本上被輸入了 沒有人特別去研究 無名元起 行元是四元淋舌 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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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路元處處元壽碎 然後還元起起原有 有元生老病死又被苦法 沒有特別去 沒有人特別去研究這回事 所以這部分不知道 所以多數的人也比較沒有辦法 真正的去理解佛法 所以這裡講到 沒有證監 沒有證監 不知道佛法的涅槃痴 是要以元起英國的法柱之而進修得來 所以 如以為只要彈心說性 不 新人家就彈心說性 那 或者說什麼 絕對精神 這裡講到西方的 絕對精神是誰說的呢 德國的哲學員叫做黑格爾說的 他講絕對精神 純粹知識 或是上帝 他是等同的 德國的哲學家 如果讀哲學系的 基本上一定都會讀到黑格爾 他的絕對精神是什麼 就是 在這個 宇宙 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所有的人 都還沒有之前 有一個絕對的精神 我們講精神跟物質 這個世間 哲學基本上 科學比較重分析物質 然後哲學比較重探討精神 那科學講這個世界 他重物質 他認為有情是從無情來 有情的重生是從先有無情重生 才有有情重生 先有這個 世界 然後世界這個 世界這個 物質 無 無積的物質 變成有積的物質 有積的物質 經過水 經過電 電話變成 叭叭叭叭叭叭 變成生物 生物單細胞變成多細胞 然後開始變叭叭叭叭叭 眼光 是這樣 所以 有情是從無情重來 那哲學比較偏重在精神方面 無情是從有情來的 那還有一種叫做心目二元論 精神跟物質都是同時是根源 根源就是最初沒有之前他就有 那麼所謂的絕對精神 或叫做純粹知識 絕對精神 這個是西方哲學的一號 絕對精神 純粹知識 或是上帝 就是世界還沒有之前 眾生還沒有之前他就存在了 他就已經存在了 這樣的一個根本物質 那這有一點 這個其實就是幻果論 犯就是世界的本人 世界都沒有的時候 眾生都沒有的時候 那個時候只有犯 所以犯是一切的本人 所以老師才會講 這裡沒有講 老師在另外一篇裡面 專門講這個 在無真之變 講這個佛性 你們可以回去查這本書 老師講無真之變 無真之變裡面講 這個 共同佛心與絕對精神 佛法永無共同佛心 強調這個共同佛心 自己 自己就佛性 共同佛心與絕對精神 裡面就說到 那麼如果有這種絕對精神 那奧威蘇就是啊 如果佛法裡面有這種東西 奧威蘇就有了 那佛陀就一直奧威蘇修就拯救了 他為什麼要秉去奧威蘇這種東西 所以他說你講什麼絕對精神之類的 那這個是西方哲學的 西方哲學的 現代人的哲學 還有還有寫什麼新維士的 那個熊十一 他寫了一個新維士寫 就是把西方的哲學 那麼融入這個佛教 變成一個西方哲學 那他就頂這個所謂的什麼絕對精神 他認為佛法裡面的佛性好像 也就是像這個 是有一個根本的 認為 因為這個是說所謂 有情界跟自然界還沒出現以前 他就存在的一種 一種精神性的一種本質 他叫做絕對精神 那也可以說他是獨立 獨立永恆客觀存在於宇宙的一種精神 一種形而上的那一種實體 就變成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說 你或者你講什麼絕對精神之類 以為就是最高的佛法 那真是誤入歧土 自甘成為 那導師在這一篇裡面 無真之類裡面 他說到 這個可以回去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講到這個 說什麼絕對精神 也是最高的佛法這裡面 他說如果從佛法來講 他說純正的佛法 不說最初如何而有錢 最初如何而有世界 他不參考這個 這個最初如何而有世界 就是如果有錢 基本上都是科學在探討 但是他們研究到最後 如果從哲學遇到最後 就像奧利蘇一般 泛 泛是世界的根源 有情的根源 有情世間跟國土世間 這個世界跟這個有情的根源 就是泛 那如果像科學 他就會講 有一個最初 叫做奇異點 世界最初 不管有情無情 都是有一個奇異點 大爆炸 然後開始 心球轉換來 他都要找最初 然後要找最後 那麼最初 世界有情世間跟國土世間 最初如果依摺錢 如果像絕對精神來講 科學二也是這一派的 跟奧利蘇一般 奧利蘇是泛 泛就是一個絕對精神 它是最初的根源 這個世界怎麼來的 有情眾生那麼多怎麼來的 都是從泛而來的 如果從黑格爾的說法 就是有一個絕對精神來的 從這裡而有的 那如果是科學 他就講 這個世界跟有情眾生都怎麼來的 從奇異點 有一點 這個一點大爆炸之後 然後產生很多的星球 這些星球裡面 慢慢慢慢開始出生出現出生命 這些生命開始演化 就講這個 那麼這些不是佛法說的 那麼導師在這裡說到了 他說純正的佛法 那麼知道一切是原體的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最初的 所以他都講無實 那麼他說不講最初如何而有有情 最初如何而有世界 也不講這一種超越時空的存在 不講真的 那也不講有什麼共同的佛心佛性 絕對精神這一類 那麼學習佛法 你一定要先肯定 明白這原其因果的事實 就是生死流轉 你一定要明白他這個原理 那麼 如果你不先明白這個 儘管你說心說性 就是這一段可以跟導師那一篇 配合起來看 你就會很詳細他在說什麼 儘管你說心說性 都是能夠什麼 誤入歧獨 都是能夠屈入旁獨 就是會誤入歧獨 那麼他這裡就講到 宋朝 宋明的儒家 那為什麼會棄佛養母歸獨 就是對緣起生死流轉 沒有真正名望 不曾痛下功夫 止下身帶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 這樣的這個情形存在 所以你彈心說性 這個是中國的哲學家 就是我們講西奴家 或什麼絕對精神 就是西方的哲學家 以黑格爾文代表 那麼後來我們的東方哲學 就是像有一些人 就是民國有一些哲學家 他們就把這個幻念帶進來 那麼也講什麼絕對精神 這一類 佛法也要有這一類 那導師就起來 就是把它釐清了 那他說說 那這個是誤入歧獨 自甘沉淪 好 再往底下看 正師向於願 向離欲幾面 那麼這個就是佛法常常講 願 離欲 滅 無露的八正道之 是同時成就的 所以一成就就同時成就 那 但在修習的過程中 有赤地隱身的意義 就是我們要從有露到無露當中 那麼他有赤地隱身 就是有個赤地先有正見 然後起正思維 然後這個正見見思維 表現在行為當中 就有正與正約正面 然後在內心上正面正定 所以他就成就 成就這個解脫 這個叫做赤地 赤地隱身 由政見引發正思維 由政思維 政見正思維引發正與正約正面 然後由政見到正 政見正思維正與正約正面 而成就正念正定 正經性正念正定 然後由正面正定得到解脫 這個叫做赤地隱身 是從先後隱身來說 政見之後是正思維 是對政見所見的 做更深入的正確思維 所以你聽聞的雖然是政見 你聽聞的雖然是政見 你沒有經過正思維 你還是不能夠深入 聽佛達高聽佛說的法 絕對是正見 那我們現在聽別人講的 還不一定是正見 但是你聽佛說的絕對是正見 聽佛達高聽佛說的 那個是清清善書聽聞正法 絕對是正見 但是他沒有正思維 這個正見不能化為他的正見 佛頭的正見 如果你沒有正思維 不能成為你自身的正見 就一般來講 數的是別人的錢 那不是你自己的錢 所以我們說 這裡要做更深入的正確思維 正見可說是從文 文有佛及佛弟子 或從經典文而來的慧學 那當時沒有經典 當時就是從佛及佛弟子 這兩類而已 那現在不一定 現在用聽的也可以 用看的也可以 那當時是佛時代沒有經典 就只有佛跟佛弟子 那所以這個是慧學 正思維是從聖思明辯 而來的慧學 聖思明辯是儒家的說法 儒家學習到成就 重返到聖 他們的聖跟我們的聖父一樣 但是重返到聖 他的學問有五個層次 他叫做博學 省問 聖思明辯 讀學 那我們基本上叫做文師修 博學 省問 聖思 這裡聖思明辯就是在這裡 聖思明辯 聖思 然後賭氣 賭就是聖思的 賭就是賭定 就是聖思的 聖思的是什麼 去實踐 聖思 一般來講 我們就把它叫做文師修 佛法 他叫做文師修 廣播的學習 廣播的學習 審細的查問 這是詳細的 去問 這個是怎樣 到底怎麼樣 你要問清楚 一般我們就叫做學問 學問 就是很審細的去查問 詳細的詢問 然後謹慎的思考 從這裡得來的學問 然後你謹慎的思考 明白的辨別 然後最後切實的去均勤 堵定 堅定的 堅定的 切實的去實踐 那一般我們就叫做 佛法 他就叫做文師修 那如果有從勢力流失來講 清淨善事 天文正法 那這個就是天文正法 因為善事說的是正法 佛基佛弟子 清淨善事 天文正法 這裡就是儒理思維 這個叫做法 審法審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 他這裡說到 從正思維 就是從 正思明辨 而來的慧選 有政見的 一定成就正信 那麼有信的 有正信的 一定要有要求 實現的意向 就叫政治 正見 正知就是正思維 所以從正見而來的正思 是引發了相解多的真實欲求 也就因此 古裕正思繫叫做 正智 從阿倫有些 就叫做正智 不過正慾 那 我們現在都習慣叫做正思維 政見正思維 那有時候叫正經 正知 正義 從無常的正見中 就是 什麼是正見 所以延期 無產 無我 這個是政見 然後引發正思 就是你要去深入理解 詳細的明白 所以才有阿布達摩 你要去理解 你不是貼了你似懂非懂 你寫那個吳有先生 套讀書不求聖閒 不可以 要明白的理解 那麼就像你能理解了 你知道是無產 普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厭你 你既然知道他不好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厭你 所以眾生對於自我及世界是熱戀者 所以這個就是我愛 我所愛 自體愛 境界愛 世界是我們的境界 是境界愛 那對於自體 自己的 自我愛跟境界愛 那麼所以他說眾生對於自我及世界是熱戀者 正思的相與焉 那麼什麼叫做相與焉 相是屈相 以焉禮 焉禮就是什麼 不止取 就是看到一切都是無產的 是苦的 所以對於名利 權勢 恩怨等放不下 因為這一切都是無產的 既然是無產的 那麼你熱戀地去追求這一些 導致來的還是痛苦 不管你求得到 求不到 這個是從生性因果中來 所以焉禮世間的名利 權勢恩怨 焉禮世間就是世間的名利 權勢恩怨這一些種種 但是卻勇於為善 勇於求證 所以叫做正思相與焉 相與欲幾面 他不是說那世間是無產的 苦的 然後就整個人搞暮死婚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不像一般的頹廢的灰色人生觀 什麼也懶得做 好 今天時間到 我們先走到這裡 後面再講 相與欲幾面 大家合展一下 願於此功德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